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面临 用神的意义 很多人在抓八字用神的时候 我几岁到几岁是我的用神 他这一个用神 其实是时间的意义 但是你假如在那边等时间的话 各位可能离你还有十几年 二十几年 你就慢慢等吧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都会称之为等死 用神的第二个意义 就是所谓的空间的意义 你时间要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做起 就是从空间开始做起 你需要什么元素 在这时候我赶快生活上补足我所需要的元素 他是什么十神 这个十神的克制 其实我要具备 在平常你就已经开始有在做这一个空间上的取运的时候 其实各位就算你在衰运也不会太差 甚至小有成就 一旦等到时间的用神一到的时候 各位是不是更能够让你一飞冲天 所以各位不要等时间 改运就从现在开始 让看你的用神是什么 在你的生活里面帮助你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